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我们判断一个人年龄的时候,第一眼都是看他的脸以及头发 而当气血不足时,头部也会出现三种变化 若不想加速衰老,要早做调整 1.皮肤 因为气血和皮肤状态细细相关 当气血充足时,皮肤是细腻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的 整个人面色红润,气色也非常好 人看上去就会显得更年轻 如果气血不足,皮肤就会发黄、暗沉并且失去光泽 甚至会有苍白感、苍老感 2.眼睛 眼睛被誉为心灵的窗口 气血充足的人,眼睛明亮有神,眼白会很清澈 而眼部浑浊并且眼白有红血丝,往往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3.头发 气血充足的女性,头发普遍无黑光亮并且浓密 但是如果气血不足,头发就会变得枯黄、干燥并且掉发严重 而且还会出现少白头的现象 一旦白发出现,整个人会苍老好几岁 此外,手脚作为肢体末端,如果经常冰凉发麻,也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血液无法及时供应到四肢,就会导致手脚温度低,冰凉雾不热的情况 若想补充气血,生活中要做好两件事 第一,多喝氧气血的茶水 中医推荐可以将红枣、桂圆、玫瑰花、干姜、菊花等食材制成茶包泡水喝 其中红枣有助滋阴补血,缓解气血不足 常吃红枣还能改善皮肤发黄、粗糙、干燥的问题 让皮肤变得红润有光泽 桂圆可以美容养颜,促进消化 玫瑰花有着活血化鱼、美白淡斑的功效 每天开水冲泡一至两袋,不仅有助滋补气血 还能养护子宫、卵巢、呵护女性健康、恢复年轻好气色 第二,保持适量运动 女性普遍缺乏运动量,但长期久坐不利于气血循环 时间长了自然会出现气血两虚的状况 生活中保持适当的运动 像瑜伽、爬山、游泳、打羽毛球等技能活动身体 增强体质、提升肌体抗病能力 还可以让血液流通更顺畅 加速体内垃圾毒素的排出 不仅可以提升气血 脸上经常长斑、长痘的问题也会有所减轻 好了,本期的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多点赞、多转发、多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